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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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糟了 嗯 為什麼啦 為什麼啦 出班班呀 班班呀 要打班 今次不行了 可不可以幾歲人生了褲瘡啊 天呀媽呀 為什麼會這樣 又會怎樣啦 模特地這麼自成 需要敷層型示範嗎 我也想要 那你有沒有 孝婆 鬼忘你 鬼忘你 皺臉 人家不要太粗魯了 你也是 男人之家 麻麻煩煩 是嗎 人家緊張嘛 是他麻煩而已 你兩個都閉嘴 你女生人家 打扮一下 還有你 有什麼美容問題 想生成健康家 生成健康家 印你的 最新推出的 生成健康家 一個全方位健康資訊平台 上至化妝品 眉整形 下次潤膚 護膚 抗袖 什麼都有 想不漂亮都不行 喂 你兩個 嘩 好正 全新推出 生成健康家 全方位健康資訊平台 創建健康生活新型態 為香港人注入健康動力 我希望我小朋友的世界是彩色的 讓他們有選擇 選擇自己喜歡的顏色 看著自己小朋友學習得很快 比較不幸的小朋友 有眼疾等待救援 直接影響他們學習的機會 2017年去了越南澳比斯 跟當地醫院就開始一個 早產嬰兒視網膜病變合作的計劃 教會他們的眼科醫生 及早發驗檢查這個病 給他們適當的治療 支持奧比斯 每月捐款 幫更多小朋友體現彩色人生 健康線條精來的 只是條精來的 哈哈哈哈 新城財經台 UR級豪華陣容 五人聯防 攻守兼備 即使搏擊 組合攻擊 進擊股場 開市直擊 大打全能 有球必應 選股問盤 高手出招 投資三叉擊 投資高手 鎮守中路 最強越市能力 師傅講講股 後防補位 高速反擊 收市講一回合 最強新星 潛力賞場 訂閱新城電台App YouTube新城Play Facebook財經直播專頁 一按隨時重溫 專享提示直播一觸即啟 同投資高手互動過招 喂阿凡 不經過我們做風味旅程 做了一段都幾長的時間 幾年 但是最近疫情 你有沒有發覺食股 其實都經營得很辛苦 真的 我們很多餐廳 跟他談了解訪問過之後 都找不到 但是有很多在 所以留得低的 應該都是好東西 這些好東西 接下來我們就在 申請一個全新的平台 跟大家推介一些 好好味道的餐廳的菜式 還有好東西給大家 有多些優惠 甚至乎有東西送給大家 這個節目就叫做 至乎好風味 對啦 星期四晚上9至10 好 我們來到他他他的都市生活 這個環節 就是心事直播 今次我們請來心臟科的專科醫生 黃品立醫生 Bernard 歡迎大家 多謝你們 我們最主要講通波仔 明白 不如說通波仔對於心臟來說 可以幫助到什麼 先跟我們介紹一下 很簡單 通波仔手術大概在地球上 1992年開始做 1992年 1992年初 就在歐洲美國開始擺第一個資格 香港就差不多緊貼著 1992年尾開始做 所以我們都緊貼得很緊 所以香港一向都很前衛下 基本上已經做了很多年了 即是二三十年了 一直演變到現在 現在看到一個很重要的手術 香港每年都做了十萬多個 所以一年三十五天 你就知道做了多少個 所以都頗多下 主要來說 就是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當那個心臟血管有窄的時候 你就吃藥搞不好的時候 很窄一下 這樣對生命有所危害 或者對人的體力有影響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手術 這個手術基本上很簡單 通常就是在鼻鼻上 或者在手上 就做一個小洞 就好像平時打鹽水針一樣 經過很小的洞 就放一些鋼絲 波波 指甲進去 進去之後 去到深浪 就把窄的地方 就用波波弄大它 弄大之後 就順便放那個指甲 一個好像原始筆心裡面 有個彈弓 差不多這樣 最初真的有模樣 後來變了很多花款 最初第一個圓形 真的好像那個 彈弓 以前是弄爛的筆會彈出來的 通常是彈隔壁的女同學 那些放筆 那些彈弓是真的那隻 你平時是否只有這樣彈掉你的女同學 所以你放枝架放得這麼好 對 因為小時候就是玩得多 彈在背部 彈在頭部 然後老師就說 你幹什麼 就是彈弓 最初第一個原始筆是感應 現在當然有很多花款 其實就把彈弓放進去 彈起 因為你知道它撞開了之後 如果你不拿東西 彈出去就會扁了 因為它有彈性 這樣就撞起 然後拿細節出來 然後封回傷口就完 一般手術現在都是 大概兩個小時至三個小時左右 內置四個小時後 但是快一個多小時就完 過程局部麻醉 不用全身麻醉 基本上就很容易過的時間 手術就不是很容易 但時間就很快過的 因為你看到你放進去 其實都是很小心 技巧上其實我可以說 是一個要很長時間的學習 當作是一個手藝 但是那個原理就是剛才這麼簡單 所以手術本身兩零三個小時做完 各部麻醉 最專門麻醉 通常今天做完明天就出得遠 所以香港做成萬多個 一般來說 現在成員工率也有九成以上 翻託率大概每年都是幾個百分之十 至十個百分之內 所以是挺好的手術 所以危險也只有1-2% 所以變成做了很多 感覺大家 最初呢 如果你說90年代 剛剛開始做通波仔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記得 以前前任的港督彭丁康作士 就是那個年代 就是90年那段時候 做通波仔 突然收集脈派 就出去馬來圓 通波仔 那時候剛剛開始在摸索 那時候就沒有這麼流行 那時候依然來踏橋為主 但是現在就變成通波仔 但是現在就變成通波仔 我想香港有萬多個通波仔 答橋只有幾百個 因為其實有得選 大家一定都會做通波仔 或者未必都會想做答橋 因為始終 你講到什麼 那些人都會做通波仔 那些人都會做通波仔 因為都相當之重要 尤其是女孩子 對 在整個位置 哪一條很大的事業線 對 絕對 我不想要 三點式都不用穿了 就是有拉鍊那麼長 就是好像看鹹蛋超人 後面的東西走上前面 那些鹹蛋超人 我們男生就知道 後面的拉鍊 真的走上前面 李醫生好搞笑 對 真的真的 其實也講一點歷史 好 早四五年前 一直以來 其實在九十年代初期 就以答橋為主 因為通波那時發布得很高 差不多一半人 一年之內就犯法 所以通波不是很大 我想問呢 黃醫生你犯法 是不是講同一個位置犯法 還是不同位置 同一個位置 其實當然你都明白 跟你的評判有關的 你進去那裡 你見到哪些位置要通 哪些位置不通 最初這個評判 不是納得很準 所以有些不用通就通了 有些通就沒有通 而且通的又不是很英俊 以前的資家不是很英俊 就是一個學習過程 什麼都要學習 煮飯都要學習 還有資家又進步 藥又進步很多東西 所以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是九十年代初期 可以說翻法得很高 所以彭通是其中一個很好的 案例是這麼久都沒有什麼翻法 其實差不多 黃醫生你親自操作 不是 我的師傅叫做 我那時候很年輕 我年輕 其實都不是很年輕 真的慘 其實可以說 那時候翻法得很半天一年 都開法 所以那時候答橋為主流 慢慢通報就越做越好 答橋也進步了 但是直到最近 差不多五六年前才完成了研究 發覺原來除了極為嚴重症候之外 答橋的通報差不多這麼好 就是犯法率 死亡率 各方面差不多這麼好 當時就在歐洲和美國開了兩個很大的大會 小弟當時也在場 有幸在場 兩次的主持人都是國主持人 都在會上投票 現在大家看到了 眾兄弟 整個全部醫生 大橋空 教授 還是國坡仔空 沒錯 全部教授 醫生去得都是全世界最知名的 那些最有最厲害的 那些最窄在我的 那些 你也進去 應該都不少東西了 我竟然坐在樓梯後面 然後就說 好 大家投票 如果你是那個病人 即是你的醫生是那個病人 你當是甚麼都一樣 現在知道是一樣 差不多了 其實有少許分別 我講到這些分別 那你選擇答橋還是通報 舉手 答橋沒有人舉手 通報全場舉手 然後在美國那邊的會議都一樣 即是就算自己是醫生 都選擇通報為主 但實際我要補回非 其實有些東西是答橋比較好 雖然大到大窟窿 又要駁一些水管上 可能我們同事 有大手術 可能有很多同事 有說過答橋 但答橋始終是很高難度 即是很濕的 你要切開窟窿這麼久 例如三隊管 很濕的 常常很濕的 很窄的 病人 其實甚至有嚴重的 症癌 那些病人 那些人 答橋的長遠長遠 都高一點 雖然開始的時候 可能危險一點 痛一點 孔大一點 辛苦住整個禮拜院 但它是先苦後甜 它將來 是少一點分別 但是通波 就開始的時候 可能是高難一點 只有一個洞 做完 但其實風險都不低 因為做這麼多位置 放這麼多指甲 但長遠分別高一點 可能十年內 可以做幾次 但只要十年內 可以做一次 但根據這件事 在兩個大會 那裡 歐洲的心臟科 大會的ESC 美國的ACC 即是美國深圳科大會 兩個大會 都竟然全場 如果自己是病人 都會選通波 我曾經做到兩次 做到兩次 都是一個洞 因為在於醫生來說 踏橋需要的時間 都長很多 其實是這樣的 如果它是一個很複雜的 因為真的有很多對風濕 其實我告訴你 通波和踏橋的時間 很接近 因為你要放很多指甲 技術上 如果你同一時間 放很多血管 放很多指甲 聽眾之中 有我的同事 他們都會說 其實兩者的時間 和風險很接近 甚至通波的風險 更高 因為你放很多指甲 放很多血管 所以我們都會盡量 勸病人 這麼嚴重 不如踏橋好一點 價錢上 有市價 政府 都會在價錢上 很相約 甚至通波會比踏橋 更高 吳醫生 我想問一下 你剛才說 通波仔的肢甲 放很多個 怎麽為之很多個 你最多個 可以一次過放多少個 在這個通波仔的手術 我想我不會和其他同事 鬥鬥鬥多 這個絕對 不想的 這個不是一個比賽 不過我只是想說 以經驗分享一下 絕對是痛苦的經驗 當你做四五六個小時 在家裡 又沒有東西吃 又沒有廁所去 而且很危險 你不是很想的 我想最多我試過擺個十八個肢甲 所以變成一次過 所以其實 當然要說回 隨著時代的一路進步 那些肢甲越來越柔軟 越來越 越英俊 英俊 所以可以擺一些長一點的肢甲 去取代一些短一點的肢甲 你想想這條管 那就不用擺這麼多 對 因為管輪功蝦米 管輪功蝦米 如果你真的太長的肢甲 以前的肢甲硬 那時候 硬齊齊 你過不了 鍵住在這裏 前來不是去 那真的很麻煩 可能要捨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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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捨 真的很好 你想想心這麼大 你拿手出來 心就這麼大 你的五厘米已經這麼多了 你的心臟比我這麼多 對 一定 大很多 對 所以你省得多一點 我的粗人粗一點 我 醫生打拳的 聽說 我最多放到八個 沒錯 所以被他砌兩捨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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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捨� 如果放了支架 如果你的支架夠長 理論上是一個射斑的 射斑的就裝不下 但是要很視乎血管是否很硬 它很淡定 積度很硬 因為硬化的燈泡術 我們叫足有硬化 硬過這些 金屬的 其實如果你做過手術 你的刀會叮叮叮叮叮 所以有時候支架真的過不了 頂住 所以很多時候就短短短的 一支支架放四五分支架就可以了 但是隨著科技變成的確是很少放這麼多支架 但始終我們經常這樣說 如果你的手術是很複雜 很多東西窄 由上來窄到下游 三六捆都是的時候 這些事實際上 實際上搭橋是便宜一些的 因為一個逐個支架計算貴 支架的價錢 無論政府的支架都是 你也知道是來老爺 其實它不是計馬數的 是支架數的 所以越多支玫瑰 所以如果你真的去到十幾天的支架 你只需要兩三萬元就知道了 你可能是幾十萬元 今天聽到醫生說 這樣會比搭橋的貴 聽到醫生說 我沒想過今天說這麼多關於支架 直接給我們知道 很想理 希望大家都不需要做搭橋 或者做通波仔 愛護我們的心臟 回來再繼續我們今天的心事直播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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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壞人 生個五瘡啊 天啊 媽啊 為何會這樣 又怎樣啊 你 竟然這麼知性 用不著敷衣服 我也想要啊 那你有沒有啊 老婆 誰忘你了 誰忘你了 人家不要這麼粗魯了 你也是啊 男人之家 麻麻煩煩 是嗎 人家緊張嘛 是太麻煩了 你兩個都閉嘴 你女人人家 打扮一下 還有你啊 有什麼美容問題 想新成健康家吧 新成健康家 印你的 最新推出的新成健康家 一個全方位健康資訊平台 上至化妝品 眉整形 下至潤膚 護膚 抗皺 什麼都有 想不漂亮都不行 喂 你兩個 嘩 好正啊 全新推出 新成健康家 直接影響他們學習的機會 2017年 去了越南 奧比斯 和當地的醫院 就開始一個 早產嬰兒事務膜病變 合作的計劃 教會他們的眼科醫生 及早發現檢查這個病 給他們適當的治療 支持奧比斯 每月捐款 幫更多小朋友體驗財色人生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心事直播 很開心 我們仍然繼續有黃醫生 跟我們講解一下通波仔 我現在真是長知識 原來通波仔由幾多歷史開始 而且技術去到這麼好 還有可以這麼有趣 沒有風趣 沒有風趣 我想問一下 有哪些人不適合通波仔 或者搭桥 簡單來說 我通常血管很嚴重 如果很輕微 不是很窄 甚至病人朋友沒有什麼徵狀 走路就可以做運動 什麼都可以 其實就吃就可以了 通常我盡量不會拿去做手術 因為做手術剛才我剛才提及了 做手術其實就是氣囊彈開它 或者隔開胸口 其實都是入侵性行為危險的 怎樣都有幾個%的風險 所以如果能夠吃肉 我們常常說 收縮的東西就是這樣的 格言就是 如果不用做就千萬不要做 如果要做就趕快去做 就趕快去做 趕快出事為止 這個就叫Proscrastination 所以其實我們要說 不如這樣說 現在我想大部分的心臟科 門診 政府私家也好 大致上來說 所以每一百個病人專中 真的做了二三十個現狀 七八十個都是輕微微的 就得了 早發現 也不是這樣 而且藥 剛才我沒有說 就是在通波、搭局中 藥物都進步了 所以其實就是大家 即是被醫生檢查就可以了 所以我想現在應該這麼說 在大城市 香港這麼先進的城市 雖然病人的數目是多了 越來越多 但是因為有靈體老化的原因 但實際上那個數目都多了 但分數不是多了 分數不是多了 是總的數目多了 所以多了 其實總的分數也差不多為止 兩三成病 所以做通波、搭局那些 但是其實聽過一些人說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就是通完波仔之後 你以後就要長期吃藥了 就不可能不吃了 那是不是這樣的呢 沒錯 因為記住通波仔 很多時候通波仔說 醫好這樣 這是錯誤 完全錯誤 不是回去可以這樣 甚至 吵聲啊 醫生 甚至不可以這樣說 如果這樣說 就會被人困了 你真是愚蠢 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你要記得 為什麼會塞了血管呢 就是因為血壓膽塞血糖 我們同學說過了 血壓膽塞血糖 吃煙 遺症 大堆壓力大 被人擊傷 這就令血管慢慢損壞了 就積了你上來 然後嚴重塞鬼了 同一件事會發生在什麼地方 神 神可以出現蛋白尿 神出結那些 我同時會說 腦 出現輕微 輕微中風 嚴重 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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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其實這是全身性疾病 通波仔只是做一飯 其他就沒有理會了 其實下一次你未必在這裡出事 你可以中風 你可以 神出結 刮鬼了 還有心臟通了之後 其實大家要傷害著著 已經沒有人不打遊戲機了 這個世界不打遊戲機 那些人都不存在 其實我真的很少打遊戲機 黃醫生 我見你去我電話出去玩 所以本身其實 所以變得等於打遊戲機 通波就是 購買你回到一段時間 只是把一條癱重 嘩 血管只有1元 賺回它 讓你不用馬上死 或者馬上心臟病犯 或者中風 遭殃 其實把遊戲解決再玩過 通波打遊戲也是 把窄在地方 bypass 引流了它 或者是賺回它 但是其實沒有治療過病 我只是暫時撐起它 即是再玩過 你不得也是下方都會輸的 所以怎樣呢 其實如果你的溫死已經去到通波 那一剎那的時候 其實你的病情已經去到一定的嚴重性了 所以如果你通完波打遊戲機後不吃藥 或者一兩年之後停了藥 你跟著手就會出現中風 小腦線菌生角分 benchmark 專業性上 reality 或者心裏會故事重新翻發 所以千萬 甚至我為朋友 50% 如果你不想食藥 就更加不要計算做手術 你根本沒有處理到病 別擾行 也不要疫情 這是不值得的 就是記著 總之你一ads 已經有心臟患測 說一個點 如果你的心臟患測到要考慮通波打 這些病人30%以上已增長 這只是太細細過的不覺得 例如有哪些精著 是很細微的中 abundance 我不覺得 其實你周圍的人可能會不覺得 例如 說來聽聽 你蠢蠢的 常常都蠢蠢的 大語氣 算了 我以後不會太生氣了 因為他有病 通常我會問後面的兒子 女兒 老婆 你問他怎樣 對 我覺得是頓頓的 記性差了 記性差了 等到一邊忘記了 然後又說 性格怪怪的很貴 其實是十分 然後我跟姑娘說 我也是這樣 是的 是錯 所以是很濕途的 我特地這樣說 這些輕微中風的徵徵是非常輕微的 亦都會跟你本身老化的情況有些 所以通常 如果有懷疑 我都會做一個磁力共振 而往往都會發現 是的 磁力共振 是不是要看那些切片 那些scan 磁力共振 多數看一些電腦數目給大家看清楚 要看精密一點的磁力共振 你會看到有幾大小的 那就蠢蠢的 其實說真的 也有些是老化的 有些是真的 所以我告訴你 如果你去到要考慮通波的話 我回答其實 你有腦多數三成的問題 當然因為有膽病有性 所以千萬不要停藥 因為經常說 吃藥才是黃道 吃藥才是黃道 一用中文 中國人的講法 吃藥才是醫病 你控制了膽 還要控制了血糖 你控制了所有的病 不吃煙 不喝酒 做多些運動 這個才是醫病 千萬不要以為通波仔之後 嘩 變成神仙 那個是看得太多超人變身 都是只有三分鐘完的 也沒有那麼久 或者我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其實通波仔是指標不指本的 Exactly 那一刻 你好像好了 你暢通了血管 但其實你沒有找過 你塞血管的根源 你沒有醫治過 沒錯 絕對 而且要保養 所以你買一輛車回來也要保養 所以你買一輛車回來也要保養 所以其實要記住 通波仔不是真的要治病的 通波仔只是幫你挽救你的性命 挽救你不用 不忽然中了風 不忽然心臟病發作了 不忽然死了 不忽然死了 通波仔的生活習慣 或者生活上有什麼要注意 有什麼不可以做的呢 沒有什麼不可以做的 我的病人就是高山滑雪 Heading Ski 都是這樣的 最重要就是吃藥 最重要是 給醫生檢查 是的 我明白 總之要找你和你做手術的醫生 他會和你做一個檢查 看你康復到什麼程度 那叫做exercise position 可能有些醫生也講過 叫做運動的廚房 其實我們做完手術之後 或者給藥之後 總之治療之後 吃藥也好 搭腳也好 通波也好 之後我們會繼續看病的 你問你 不論是政府的同事 或者私下的同事 他會和你做一些檢討 採用檢討 譬如通波仔之後 我和你做一些素描 做一些運動檢查 發布機 然後提起你的體力有多少 又跟他的體力 和你說你可以玩MMA 等下可以打萬象 這些會要和你講 通常我講笑而已 要Graded 通常就是慢慢會看 你可能初一堂先走 後來可以跑步 後來可以打Golf 打Tendis 還要騎馬 然後就Heading Ski Heading Ski 我有一個病人 其實是沒有拳館的坐館 你都不小事 我最小事 我跟他說你先不要這麼拼命 然後那個病人走了 他不理我 真的玩得很瘋 很厲害 很厲害 然後他遲了兩個星期後 寫了一段影片給我 他妹妹還在上班吃吃 寫了一段影片給我 他殺了我二十多歲 嘩 很厲害 其實理論上 真的很多事情可以做 不是我厲害 其實那個病人本身 自己真的很厲害 也很勤力去吃藥 也很勤力去做運動 也很小心看實 他真的可以去玩MMA 做完通膜仔 其實醫生指導之下 很多運動都可以做 但最重要是跟醫生保持聯絡 因為每個病人都不同 有些病人是很遲才做訓 心臟已經很差 就算我找Tendis 最好的醫生 其實他做了訓練 都可以 其實他只可以做得很輕鬆的事 甚至倒杯水也有困難 因為他太遲 心臟已經壞了 所以最重要的要記住 就是 運動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防止方法 亦都令人康復過來 但最重要是跟醫生合作 千萬不要跟醫生說 你當我吹水 這樣就很危險 醫生 還有兩分鐘 我想問 以前有傳聞 做了通膜仔之後 有些飛機人不能搭 是呀 我都聽過 聽過 但應該不是 是否要更整一下 我經常跟大家說 在我行醫這麼多年來講 飛機最多不是我 是我的病人 經常飛機去哪個軌道 但通常我都會給病人 就是他做了什麼手術 第一不只是為了過關 會響飛機 第二有時候去到外國 他都要看醫生 所以他說 無論是政府 同事私家同事 都會給他一些資料 還有最近你也知道 某些國家特別害怕青 就是什麼都響 你帶著手都響 你心裏面 可能有一點資格都會響 所以一定要給他 有些國家是很嚴重的 有些國家受害很多特別嚴重 所以現在你知道世界 現在世界不要穩定 最近有個國家有撤軍 那些國家有上課 所以我想 以後不要講政治 但實際上 現在世界是不好的 我近年十年看到 真的很多時候沒有突然響 所以我每個病 都被一種照料好 不要緊 最重要是找到你 黃醫生 剛才我這麼說 全世界的同事 都希望幫到病人 現在政府同事都很辛苦 所以現在的手術先進 藥物也很好 沒錯 所以不用擔心 最重要是保持跟醫生溝通 看醫師生 還有檢查你的身體 謝謝Dr. Wong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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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